然后再给你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不畏的问题 如果两个人出现了场上的失位的问题 其实就是跟你的思考能力有关 把你站过来 你们俩一人站一半 这一人一半对不对 这看上去是一人一半 一人一个一半面场地 其实不管是进攻防守 我们永远都不会有这段情况发生 比如说你们防守 站好这球挑出去 他要那个位置 几个地方肯定达不到的 挪几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 这里他不会打 这一条线上肯定不会打 对不对 那我们场地是不是就只剩70%了 好的 大哥 球在那 你想一想 左脚应该怎么站 再想一想 球图那边也得过来 大哥 球那边过来 你这样站 你不合适吧 你肯定是这样站 防守站好 好 如果我们过去 后场杀球进攻 后面来 他在进攻 哪里对方是打不到的 他这里杀直线 他杀直线 对方不可能打哪里 他第一个 他进攻 如果他这跳起来一拍 杀直线 对方首先不可能一个 对角拐过去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他就应该站在这个位置 对吧 他们两个就可以起一个直线的 对吧 有可能打的地方 这里最危险 对吧 如果打后场 你还可以接 对吧 如果这个时候 对方打了一个反手 过来 打到这了 哪里最危险 他打哪里 你打哪里 打直线 打中间打对手 好 打直线 打直线 哪里最危险 往后中间 跟过来 跟过来 好 再过来 在后面来 好 然后 看清楚啊 然后 你来打这个点 过来 哪里最危险 那个地方最危险 就是 你们要找到一个两个人 就是 你至少要知道 我应该出现在哪里 哪里是一个空荡区的 一个感觉 我应该出现在的